請問今晚住誰家節目 老闆 你好 我們是請問今晚住誰家節目 陳漢鼎大帥哥 你好 是老闆嗎 是 怎麼稱呼 我這裡一樣姓陳 大家都叫龍哥 龍哥 龍哥我今天要來幫你 是是 幫你做麵的 真的啊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就是很喜歡幫助別人 是 我們這個節目很喜歡幫助別人 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也是來這邊體驗一下 怎麼樣做麵 那太高興了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來試吃 你的麵 無限量供應 但是我會幫忙 那最好了 我不會白事白 我一定會幫你做事情 那太棒了 心裡有點晚了 來我們就快點把這些工作把它趕起來好不好 好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兩個師傅 是 他們是在 翻面 翻面 喔要曬是不是 因為這邊已經太陽曬得超多了 為了要把它曬得均勻 你要把它翻面 喔 那我現在就是也是幫忙翻面嗎 對對對 好 看一下喔 雙手大概握在中間直徑最大的地方 好 然後往上面 記得喔 往上面 這是什麼 看起來 漂亮喔 漂亮 漂亮 瞧一下 因為讓它瘦熱 對對對 瘦熱加精靈 那龍哥 就麻煩你幫我看一下我的手勢對不對 好 這樣嘛 直徑 然後一鼓作氣 先拿起來對不對 上面 45度角 45度角 欸 欸 欸 這個厲害 不要亂七八 還可以 沒有太亂 但是要恢復原狀這樣 對對對 其實有點亂啦 對 論中有序啦 對對對 再一次再一次喔 來喔 再次要更好了喔 我覺得速度要快 因為它 它是用那種離心力的作用 是的 來喔 嘿嘿嘿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我怎麼翻過來 它好像都會這樣 看一下 這個應該50分啦 還沒有及格是不是 可以達到80分喔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師傅喔 應該都有80分啦 我們請師傅來示範 來來來來 師傅 可以示範這個看嗎 對 因為原本是長這樣子 欸 為什麼速度 欸 基本上沒什麼變動 它就是維持原狀 我們再加一個老師傅 90分的 那我看到這個師傅 它動作沒有很快 手能生巧 手能生巧 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 但是因為你 你很慢 因為我剛剛很快 你剛剛有點可以 你把他晃了 OK 你把他甩了 大哥 欸 你看 每個人的手是 可能我適合是 這樣子 來來來 大哥是這樣是不是 這樣 這樣喔 這樣變回來就對了 這樣啦 這樣啦 我找到我的方式了 老師傅果然厲害 對 我找到了 我適合這樣的方法 而且就是你要 你要很自在 對 對 處之太然 對 不能 不能誇獎了 馬上就出來了 我再試喔 好 好 欸 不錯喔 不錯喔 欸 不錯喔 加油 有心心 耶 不錯 表情最主要是那個表情 要有自信 有自信你就會特別容易成功 就那麼簡單 來 來 拍下 好 不錯 不錯 有點抓到喔 哇 這個越來越棒了 不是 還來翻面啊 喂 你有天分嘛 對 沒有做麵 可惜耶 我不只適合煮麵 我還適合翻面 可以喔 不錯 現在到那個日生的木瓜果園 等一下 陳大哥 你這個是新的棚嗎 一年多 很乾淨啊 超乾淨的 是 我們在那個木瓜園裡面 因為樹葉上像這個乾掉的樹葉 對 基本上它是會有一些病原的 那我們會把它剪出去 病原 就是你看 你說這個像發霉的這個 對 要把它剪出去 我們是用 是 對 清原是什麼 就是把樹葉全部剪出去 把它清掉 清掉 這個原區 如果有壞的就直接把它拔掉 對 沒錯 這個就不要了 對 這不要了 對 我們再清出去 來 你們拍一下這樣 這個像一個這個隧道 超美的 好美耶 木瓜生 木瓜隧道 在小時候就把它做導珠 它導珠基本上就是 把它的生長的荷爾蒙 把它變成生殖後 它會提早開花 這也是一個小秘書 對 不然基本上它會到這個地方才會開花 那我們把它壓倒的時候 它就在這個地方就開始開花 是故意的 對 我們這個棚4米多 我們有效的採收就是4米多 我們要把那個空間來利用 就是它在這邊收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只能收2年 對 那我們把它往下的話 一壓我們就可以收3年 對 對 我想說嫂子可能身高不高 你刻意倒珠 對 大型的啊 對 真的是 好 那我們去採收 採收一下 你看這一顆 我們就可以採收了 馬上 我們就可以採收了 像這個如果以木瓜來講 這個大概在3級左右 3級 它有分1到7級 那7級就是可以食用的 日升很奇怪 它6級就可以吃了 所以它現在才3級 這3級 所以不能吃 不能吃我為什麼要栽它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 木瓜把它包裝好的時候 運到全聯各個門市 如果你是軟的 車子這樣子一直抖 抖到那邊就爛掉了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硬度 預先 對 擺著它會自然的熟成 所以它今天3級 再過幾天就6級7級了 它會繼續後熟 對 那消費者手上就是可以吃了 樹上有沒有可能 會有6、7級的 有 有 我們看一下 以這個來講 這個就是7級 是怎麼分別 它已經全黃了 那這個是6級 那這是生木瓜 因為它 160天嘛 所以這一個 就可以馬上吃了 要吃嗎 想不想要先吃 當然想 這好好吃喔 口水 剛下來的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 會不會有超越我們剛剛試吃的 有可能 我沒吃過這麼新鮮的木瓜 這個只有 產地才吃得到的 因為這個是再重環 真正的再重環 來總是 除了有黑色魚組這樣 還有白色的白魚組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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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真的好香喔 這東西太厲害了 這個會上癮 我已經上癮了 這個會上癮 我已經有癮了 我們剛吃飽 應該不想吃了 我們每天吃 每天吃 太厲害了 這口感稍微比較扎實一點 讓我很喜歡這樣 再重環 有一點咬勁 這個是6級的 剛剛我們在裡面吃的是 6到7級的中間 我要怎麼講 嗯 那一般你吃到木瓜 所以你放進去 用抿著它就 但我這個抿不掉 我沒有那麼 還有 我剛剛以為你在表演 怎麼這樣抿得下去了 不是 入口即化 這個無法入口即化 對 但是木瓜這樣 這樣才是美味 才是厲害的 最好吃的是6級 對 最好吃的是6級 6級最好吃 這個就是再重環 現採現吃 現採現吃 現採現吃就叫再重環 對 就是它在樹上環 對 蟲就是那個老蟲的蟲 對 對 再蟲化 不是昆蟲的蟲 這個是最好吃的 這個是最好吃的 因為它一直在吸收光河作用 一直在給它養分 那你把它採下來 它就停止了 那所以在樹上 其實是最好吃的 只有到果園才吃得到 沒有錯 來對了 來對了 那我們要採的 基本上會在2級3級左右 2 3級怎麼分辨 你看它上面的是全綠的 這是1級 對這個都還沒有 那你看它其實已經在轉色了 有發現嗎 有點小雀斑嗎 對不是有黃色的出現 稍微走勾就是它綠的 然後旁邊已經有黃色的勾 一勾一勾的紅 對 那5勾就是3級到4級 那像這個大概1級2級就可以採收了 因為現在只有一勾 所以就是3級 2級 2級 那個也有嗎 對 那個就可以採收了 轉一下對不對 轉是不對的 稍微轉一下然後往上 稍微轉往上 對 我是要往上提的 對 往上提的 這個栽埃很特別 這個就特別 也可以 可以 我來示範一下 轉一下 往上 往上提 不是一直轉 一直轉其實 一直轉是不對的 它是 一直轉的話其實它這邊已經插傷了 你發現 有沒有 這邊已經搭上了 不行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轉一下 對 往上提一下 好的 這個可以採收 大哥我很好奇 一般水果不是有分天度的度數嗎 是 台濃二號的木瓜大概是幾度的天度 台濃二號在11度左右 11度 那日升呢 日升有高達15度 15度 15度很甜 差很多耶 跟在吃糖差不多 非常非常甜 有香氣 這個拿來做木瓜牛奶 真的超好吃的啊 還不用加糖 其實 鮮果就很好吃了 不必要去做木瓜牛奶 搞像好像有一點浪費 直接吃會比較好一點 對 這樣最好 開始進行採收 進行採收 還是要調整一下麵對不對 翻完之後要調整一下對不對 就說要看一下 對 師傅好快 有一點跑掉 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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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好看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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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不錯 真的很漂亮 好累喔 快點快點 謝謝 會喘耶 這個會喘龍哥 而且今天天氣還好 對 大熱天的話 大熱天的話 然後這個全部 是是 這已經第二輪了 對 這個要手腕 手背 都是吃力的 所以說這個工廟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很辛苦的啊 對 要付出很大的勞動力 那你們這個要翻幾輪啊 大概一輪就好 一面要曬多久 像這種東西 我們這個早上做的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換過來 收進去明天曬一天就好 差不多四個小時 等於曬兩天啊 對 那其實也有那種乾燥機啊 是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乾燥機 那這個日曬跟乾燥機 因為我們日曬的東西喔 它的麵粉 麵粉在乾燥的速度會比較慢 慢的過程 是 它的筋度會把它自己撈高 筋度會高 它有水分嘛 慢慢的乾燥 它的Q度會更薄 還是要有這個 時間慢慢飲料 對 才會美 沒錯 製作麵的過程也是 對 也是一門學問喔 跟人生一樣 對 我們就用時間來換取它 打到最好的境界 那這個賽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那我們 進去裡面做一個 塑麵的一個動作好不好 OK 壓力好大喔 陳大哥都已經焦了 轉一下 往上推 乾淨一下 對 陳大哥問一下 對 沒問題 像你們這樣的日生木 盛產時期 一天大約 大概300斤 300斤 300斤 對 那台東二號呢 台東二號呢 兩噸 差好多喔 2000公斤 很稀有 它其實產量也不大 所以一般的農友很不喜歡摘蔥 因為它其實是個不賺錢的水果 但是因為我們想說 讓台灣的好朋友 能夠吃得到日生木瓜 就是它是比較香比較甜的 縱使虧錢我們都要種 哇 冒險犯難的精神 對 因為好的東西 要給好朋友分享 所以千萬人無往已 這就是勇往直前 雖然種的人少 但是他還是要堅持種好的東西 可以到家吃 不得了 厲害 這差太多了吧 多差 這顆都可以了嗎 可以可以採 我現在蠻會看的 一勾 兩勾 三勾 這個三勾 三勾 三勾 都變成木瓜達人了 好 那我們分開啦 我們分開做好了 來 這樣我們要省時間 欸 掉了 幹什麼東西 我在摘這顆 這顆掉了 你看 粒粒皆辛苦喔 很正常 很正常嗎 大哥說正常就好了 好 好 來了 慢了 我們這集基本上都是 很慢的系列 很慢 為什麼這種東西 你不直接用剪刀去剪就好了 假設你現在剪了這一顆 有細菌 你又去剪那顆 結果它就傳染給它了 細菌會感染過去 對 因為你剪完這一顆 你又會去剪這一顆 又去剪後面那一顆 所以本來可能是這一顆有病 那你會透過剪刀 你又會傳染給它 又會傳染給它 哦 這樣子 對 這樣子了解了 了解了 這個如果以日生算大的 對啊 算大的 它大概是五六百克左右 但木瓜的產季啊 是每年大概什麼時候 日生基本上它是全年 然後台東二號也是全年度 這麼好 就是每年會大概會有採收 大概會有 五十到八十次 五十到八十次 那它長得很快速啊 木瓜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作物 因為它上面在開花 下面在承受 所以你只要把木瓜採掉之後 它的能量夠 它上面就會在開花 就是永續的概念 它是一個循環的一個作物 快加入快加入 請問今晚住學家 YouTube會員一起支持我們哦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原理都市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哦